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孟晚舟事件后 家中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UBC公共政策与环球事务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 加拿大对中国的印象进一步恶化 但调查同时发现 加拿大人对美国的印象也好不了多少 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支持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UBC的调查团队在2月4日至19日期间 委托云软件公司Quartix就加拿大人对中国及家中关系的看法 进行了一次最新的全国范围民意调查 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1161名成年人 方式及内容与此前2017年9月和2018年4月的两次调查一致 团队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调查结果 并与之前两次进行了对比 首先认为中国印象良好的人数下降了14% 仅有22%的人仍对中国保持原油的好感 此外认定中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人数比例 也有64%下降到51% 可是民调也出乎意料地发现 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更快 由此前52%下降仅只有36% 在接受调查的七个国家当中 中国和美国分别位列倒数第二和第三 最后一位是俄罗斯 其次本次关于家中关系的调查 与调查公司Angus Reid1月份调查结果保持一致 即35%的家国民众认为家中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而其余65%的人则认为 在事件平息后两国关系会恢复正常 另一方面 卑诗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对中国在加拿大科技上的投资仍然存在很多焦虑 但支持家国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仍占到了64% 只比2017年下降了5% 第三 关于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外交策略优先序列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 支持促进人权发展的比例相较之前略微增长至17% 但仅处于第四位 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贸易与投资 全球战略合作及维护国家安全及主权完整 相较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安全 维护加拿大主权与贸易投资同样重要 民调报告也承认卑诗大学这项关于外交策略的调查 与Angus Reid此前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Angus Reid的调查指出 促进人权发展高于贸易等其他方面 第四 民众对政府处理公民被中国政府关押一事的不满度增加 调查结果显示 对此事处理结果表示满意的人仅有18% 认为政府消极对待 为付出足够努力的人为42% 为发表看法的人为40% 以热门城市温哥华为首的加拿大楼市 自2018年期跌跌不休 这个曾经被海外买家买爆的市场如今已不复从前 本周 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房地产委员会 公布了二月份温哥华房屋销售情况 数据显示 二月份该地住房销售同比下降32.8% 至1484套 较当地十年间的平均水平低42.5% 同时也是1985年以来最低的二月数据 上个月 温哥华当地仅有不到3900套新住宅上市 较上年同期下降7.8% 当月清单销售比率为12.8% 十分接近12%的景融线 在这一景融线之下 房地产价格面临较强的下行压力 好的方面在于 二月份住房销售较上月增长了34.5% 市场认为是春季房地产市场季节性回暖所致 从近五年的房价走势来看 风靡一时的温哥华房产已渐渐失去吸引力 房价自2018年起持续走软 加拿大的另一大城市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要稍好一些 二月房价同比上涨1.6% 但新上市房屋价格同样下跌6.2% 消费者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被认为是导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转冷的一个原因 根据房地产咨询网站demography2019年的国际房屋购买力调查 在纳入统计的全球309个主要城市中 温哥华的房价收入比以12.6倍拘于第二位 仅次于中国香港 进一步的 去年12月 加拿大住房抵押贷款总额同比增幅仅为3.2% 为2001年5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 更加说明了加拿大市场需求的疲软 据彭博社援引Edward Jones投资策略师Greg称 抵押贷款是加拿大多数银行业务中规模最大 利润最高 最稳定的一个 但目前看来 这方面的获利可能将有所减少 本轮住房数据的发布 给本旧疲软的加拿大经济又泼上了一盆冷水 此前华尔街建文曾提到 加拿大2018年第四季度 加拿大GDP年化季环比增速为0.4% 远低于前值及预期值 同时家庭消费疲软 这给了加拿大央行考虑暂缓加息的理由 周三 加拿大央行表示 由于2018年底经济增长步伐突然减缓 央行会保持耐心和观望 并连续第三次在利率决议中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此前 连该国央行一直在以稳定的步调提高利率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素有雨都之称 由于受温带海洋气候的影响 这里经常一言不合就下雨 但时间久了 大家也就习惯了 但就在最近 大温却出台了一篇令人忧心忡忡的报告 报告称 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未来这里将面对比如今还要肆虐的雨水 这给整座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不小挑战 气候专家警告 温哥华的年降雨数量未来还将继续增加 到了2050年 降雨量将会比现在增加20%到45% 到了2100年 更加增加40%到75% 由于温室效应加剧 大温未来的降雨次数也将越发频繁 这一趋势在整个大温地区都不能幸免 此外 持续时间在5分钟到24小时里的暴雨次数也会增加 更恐怖的是 到了2100年 现今百年一遇级别的特大暴雨 那时就会变成16年一遇 甚至6年一遇 为了应对降水增多的挑战 大温政府正在计划 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 改进下水道 排水管等设施 目前 温哥华的城市排屋和下水道设施 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气候挑战 报道指明了这一点 除了雨水 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对大温也造成了威胁 据相关人士估计 到了2100年 温哥华将需要投入10亿加元的资金 用来建设防洪设施 防止海水淹没这里 加国一群调查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家 和记者组成的Climate Central团体 发布了一份Seen Choices Maps地图 揭示了震惊的图景 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到了本世纪末 即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数字 没有超出巴黎协定规定的1.5摄氏度值 大温的某些区域也将被海水淹没 包括列治温 三角洲群镜 苏里 高桂林 Eppsford 以及北岸的部分地区 在温哥华市区 海水将淹没Science World 加拿大广场和Prior Street Great Northern Way之间的Strat Corner地区 这还是均温没超过1.5摄氏度的情况 如果均温上升超过2度 那么苏里 高桂林和Eppsford的更多地区将被洪水吞没 同样沦陷的还有温哥华市区的 古兰湖岛 凡尼尔公园 奥运村和捷利克海滩 倘若再不节制一点 到了2100年 全球均温上升超过4摄氏度 那么对不起 整个Stanning Park将沦为孤岛 整个BC省南部都会被淹 利文斯顿公园和美港都将说再见 洛斯特湖 又名失落邪湖 将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失落之地 听上去是不是毛骨悚然 未来某一天大文人民或许真的要在船上见了 只能说人类自己造的孽 最后还是要还的 温哥华西区一间中学 三名12年级学生被指将一个欺凌名单放上网 一名女子指其弟弟被列入所谓同性恋者名单 并指该三名学生现被停学 但她认为应该严加处分 例如逐出学校 由指该名单上的100名12年级学生遭人以侮辱同性恋人的用词来点名 名单为Google Docs放在一个云端内 其他公众都学不到 一名毕业于另一间温哥华中学 陷于多伦多大学就读的女生向媒体声称 她较早前发现那令人反感的名单时感到难以置信 她指她弟弟的名字就在那名单上 而设施的三名Eric Camber中学12年级学生被停课 她认为应将事件始作俑者逐出学校 因为她弟弟形容该中学常有鱼七零的风气 自称在该名单上的克拉森则指 名单内容并不反映其中学的立场 就在该名单被分享当日 她与其他庶民学生便在学校走廊上挂彩虹旗 温哥华学校局VSB证实 学校管理层在周二发现一宗严重违反Eric Camber中学行为守则事件 不过VSB发言人Patrick McNeil以保护私隐为由 未证实三名学生是否被停学 VSB于声明中也没有详述世界内容 只形容一份含有不当内容的学校社区成员名单被流传 而学生的福祉对Eric Camber中学和整个温校区最重要 VSB指学校已经向家长发出信件 表明将会采取各步骤处理 并继续做进一步调查 当局强调 温氏公交一直致力提一个安全 具包容性 公平和受欢迎的学习及工作环境 VSB也呼吁 若家长知道子女有任何更多可帮助调查的资料 应联络学校 当局在做出进一步评估后 便会采取适当的纪律行动 以确保学生及职员得到所需帮助 不知不觉间 加拿大已经进入三月份 虽然冬天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结束 不过冬令时却很快就要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令大部分人都很头疼的夏令时 今年多伦多的夏令时时间开始为3月10日凌晨2点 此时时终将向前调整一个小时 变为凌晨3点 夏令时正式开始 这也就意味着本周日所有人都要少睡一个小时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这应该是十分痛苦的吧 但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就没什么了 毕竟11日就开始春假了 换了夏令时后 加拿大东部时间和中国相差12个小时 而不是原来的13个小时 温哥华和中国时间将相差15个小时 而不是原来的16个小时 目前全球共有70多国家采用夏时制 但其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采取夏时制的优点在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有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低 以及对患有夜盲症的人大有好处等等 但是夏时制的弊端也很明显 继续20天左右 部分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会在 实施后的几天里明显增加 比如癌症增加25% 心脏病的发病率增加10%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